台东县政府于1月11号下午在县福一楼大天礼堂举办 台东县垃圾缝化厂修缮即维外营管可行性评估成果公厅会 公厅会开始前 荒野保护协会台东分会在县福前广场进行发表 反对台东重启缝化炉声明书 分会长林一龙提出八项声明 他质疑这份并非可行性评估而是份招商报告书 内容回避底扎非灰的处理方式 若要重启焚化炉势必重启环瓶 该厂欠缺监督机制 单如启用比双如贵是否变相惩罚垃圾减量 也反对台东成为东部烧垃圾中心 反对焚烧实业废弃物 因朝向东部零废弃示范中心 并且优先处理民生垃圾草林废弃目标前进 台东环保联盟分会长要求而语重心长的说 不要烧掉台东的未来 不要选择重启焚化炉 一定要推动零垃圾 也要新聘垃圾掩埋场 风化炉不是启用的时候很贵 然后制造很肮脏的空气 它的底渣 它的灰灰 处理又是一块问题 我们的垃圾燃烧完之后 还会剩下20%到30%的底渣和灰灰 如果我们努力做支援维收 最后也是可以做到剩20% 30%的垃圾 过去达河时代估计一天要80万 然后呢我们一年就要给3亿 今天我们到底要给再启用的 焚化炉营运公司多少钱 无论多少钱 这些钱如果拿来开辟 开辟垃圾也埋藏 如果拿来奖励 资源回收都挫挫有益 以建农垃圾厂为例 它2004年开始启用 原来一估五年 可是现在已经用了12年了 它多少钱 它一亿开挖四公顷 用了12年 那么就算只用五年好了 每年平均2000万 如果启用焚化炉 是一年 一年台通市的垃圾量 是要花费1.5亿的 也就说垃圾也埋藏 它所需要的费用最多是七分之一 如果我们开辟一座垃圾也埋藏 可以用到这么久 那我们有什么理由 不去开辟垃圾也埋藏 却要重启焚化炉 台东县政府委托 环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县内焚化厂进行工程技术 法律 环境 财务方面等可行性评估 除了厂内修缮 也升级设备 经费估计需3.48亿元 提供参与公听会的民众了解 这个议题上 也不应该只是轻易的找议会背书 因为这牵涉到那么多民众权益的问题 所以其实是应该要进行民主的程序 也应该要把民众的意见纳入 甚至举行公投都可以考虑 刚才说要降到1600块的处理费用 我们要烧花莲130吨的垃圾 台东产生100吨 我稍微花莲1830桶 我们不把这个焚化炉放进去花莲就好 百七十吨以上的处理量 才可以把成本降到 我们进送去隔游 稍微三百三千几块 所以这个成本这么高 而且还有可能会产生代曜性 这样的后果 会不会对我们来说代价太高了啦 垃圾要减量 做高度的减量之后 分类来做适度的掩埋 来解决台东的垃圾的问题 台东的焚化炉 我们不是绝对反对焚化炉运作 因为台东的焚化炉设计的地点有问题 一直以来 大风地区包括台东市地区的好朋友 一直在质疑一点的原因在这里 平东叫砍顶焚化炉 高雄叫仁無焚化炉 彰化叫恰秋焚化炉 台东市叫台东焚化炉 有讲法吗 有 快奇怪的啊 我们现在为什么是台东市焚化炉 适与台东市 今天这个公厅都骗人了啦 今天是补件啦 流程上的补件啦 雇余的严重 其实我们到台东的焚化炉 是百五桶而已 不是山羊 百五桶燃烧是四百坨而已 其实燃点必要一刀七千度 才可以完全燃烧 所以說我們準備在鼓掌 然後這邊講 正式垃圾危機 沒有什麼垃圾危機啊 只有資源處理的危機啦 為什麼 你不像廠商 你如果找廠商來烙箱危機 追求永虛台東 當然就可以追求永虛台東啊 那補條人大家看喔 不是我說的 你看有沒有 那什麼恐嚇民眾 垃圾大戰 要用笑死喔 我看見 台東市的都反對 和財政官司的人都贊成 很奇怪 怎麼會這樣 就本所來財政官司 你們那些人不關的 好好 財政官司燒燒 你們拍你們的 我們這裡財政官司都不關的事情 這才不對的事情 我覺得這就是要說 其實 我也看過 這些民意代表沒有幾個 台東市的民意代表沒有幾個的 這些參謀 說 台東市才改過 大家要補這好事好事 真的很難補的 真的這些議員沒幾個 台東市沒幾個 看 七少兩邊喔 誰 說你還聽得對 說你還聽得對 臭氣 說你還聽得對 這是我們笑嗎 是不是也是可以做一個那個 野蠻場的評估報告呢 我覺得我們只有焚化爐的評估報告 好像不夠啊 那還有我們台東的地那麼多 我們找一個新的野蠻場的地啊 是有那麼難嗎 我覺得 真的還是需要有一個野蠻場的評估報告 才能夠說服我們大家啦 我們豐榮裡齁 因為也是在 呃就是 呃這個 他的範圍當中 就是他燃燒之後 他如果真的吹焚風 就是有在我們豐榮裡的這個範圍當中 我覺得呃我們的意見齁 就是也是要 要站在這個這個評估的裡面才對啊 因為我覺得他沒有 呃 把我們民眾的意見 納入這一次的那個評估報告裡面喔 我們地點比較深入 我們如果優秀以來 在我們大豐地區 包括我們台區的台東 包括到比南 這個沖積平原 就是我們台東 所有的竹子 所有的野菜類 所有的積極 最大的基地 表示我們在發展觀光的過程中 農業是我們的根本 農業的根本的基地 還在我們這個台東市裡面 我們的林口所 二十三萬人 有十二萬人 是躲在我們台東市 包括被人都超過 表示我們幾乎要三分之二的人口 是躲在一塊平原 所以這個焚化爐應該啟動嗎 我個人 堅決反對啟動焚化爐 焚化爐 是過去的產物 未來 我們要朝向資源再生 用科技的 資源會收 科技式的垃圾分類 來達到我們的最終 零垃圾的資源再生 這個才使我們 地方政府要解決 要面對 我們垃圾處理的問題 如果要重啟焚化爐 開個玩笑 應該要重啟的是 焚化爐的弊案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其實這公聽會 為什麼大家會各持己見 最主要的是說 辦理方 比較沒有中立 如果有機會 台東公民監督聯盟 願意來帶領大家 政府方 議會 民意代表 還有我們的民眾公民 一起還有民間團體組織 我們一起來開 垃圾的辯論會 面對現行的垃圾處理方式 環保局局長 現區全表示 只能將現有的野蠻場活化 但是預估只能維持半年 而問題依然存在 這個垃圾問題 已經破在民間 目前 就是建榮野蠻場 已經堆在那邊了 然後我們 最近累積將近兩萬噸 這個我想 我要很負責的 跟各位報告 垃圾解決 是我們目前面臨的 一個很困境 如果大家 共識 全部不啟用這個焚化場 要用其他方式 有更好的建議 我希望大家提出來 但是 要用零廢棄的方式 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可是各下大陸 門新知聞也知道 短期內不可能達成的 垃圾減量 垃圾分類 甚至說零廢棄 不是環保局在那邊喊 一定要是各位 那零廢棄 我們垃圾不出去嗎 這個可能有一個問題 那有很多聲音是說 為什麼不做做野蠻場 我跟各位報告 我上任的第一天 我去找國團署 找縣政府 所有土地去找 真的沒有適合的一個土地 讓你們可以使用 如果我們要把啟用分化爐的 百分之一的一個預算 百分之一 甚至十分之一的預算 我有一個大型的 比較大型的 一個大面積的 一個支援分類篩選場的 一個 處理作業的一個中心 台東縣的這些 我們讓這些 除了低線讓百姓來分類以外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支援分類的中心 你在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 垃圾的一個野蠻場 跟一個處理中心 這次焚化廠的評估結果 與工廳會意見 將會會整報告 提交給縣議會審議 由議會決定 焚化廠的啟用與否 李宇軒黃青海採訪攝影